嗨大家好,我是傅彦堂,我又來了 我是劉宜恒,我們是中部地區物件數最多的頻道 當然我們的物件CP值也最高 記得看我們的影片一定要訂閱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最新上架的物件 我們現在來到了台中市東區 平房已經完全全新整理好了 連水電都有 這個投資客我非常欣賞 這個我一定要說 欣賞之一 他是 都是精緻裝潢整理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位置 好直接看 看這個地址 在東一六屆 23向18號 這很多中介都在賣 對 所以 那個 有一些中介都不敢給地址 但是我們敢給 然後附近還有停車場 你們可以就是 依照這個位置 寫 寫一下停車場 搜尋就有了 嗯 對啊 那其實他前面也是可以停一台小車 他門口是大面寬了 我看一下幾米 12345 5.5吧 5.2 5米半 然後呢 5米半 活路 活路 他說真的不能停大車 只能停一台小車 停到這邊來可以啊 對 停到水溝 蓋這邊都還可以 對 因為這個水溝蓋這個 其實應該是我們的 那他地坪多少呢 我看一下那個 PG圖 他有內縮 我塞一幅塞到這邊 他有內縮 啊 哪裡 沒有沒有 是肉碟 肉碟 所以我們可以停到這邊來 好 那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他的地坪呢 他的地坪是 20.59 20.59 大概將近21坪 那登記的建坪呢 因為他是 平坪嘛 平坪 我們進來看 登記的平坪的那個 建坪是12.03 但是呢 他有舊有的增建 可以使用到26坪 大約 26坪 對真的啊 他上面這樣子啊 有二樓嗎 不知道 因為他地坪才21坪 怎麼可能會有26坪 不知道他上面是這樣寫 我看一下 建坪12坪地坪 真的啊 還有外推嗎 不知道 外推到水利地坪 這間三房 一廳兩位 三房兩廳兩位 來看一下 這個是他的客廳 差不多這麼大 不大啊 大概三坪 我沒有騙你們喔 真的水店都有 更新的 這個屋主非常的細心 而且他敢花 這一間至少花 200萬應該跑不掉 可能吧 看上面一下 就是裝得很漂亮 而且該換的都有換 還有雕畫 對 而且這個居然也有換 有一些土資格捨不得換 所以 這片牆是大理石嗎 不是 木頭 木頭的 木頭 但是他這個是石牆 這是石牆 對 就是美化 對不對 好那我們看一下那個 房間 那客廳旁邊 這間客廳旁邊 第一間房間有開窗 也是小 大概跟客廳差不多大 這應該是 2至3坪吧 3坪左右 對 2 大概不到3坪 對 那再來看第二間房間 這個都是石牆喔 對他全部都是石牆 來 這間沒有開窗了 這都是石牆喔 正三坪 這間應該差不多2至3坪 比較小一點點 3坪左右 可以給小朋友住嗎 現在小朋友不是有那一種的 那個我不是 經常都會有那個 你可以去 查一下說這個 小坪樹的話應該要怎麼 利用空間 還是可以很好 的活動範圍 那我們看一下最後一間有窗戶 這間就套房了 然後他廁所有開窗 全新打造 對 這個是防火箱 看一下 可以走嗎 可以逃生嗎 還是只有水垢而已 是跑的出去啊 但是會蠻坎坷的 可以看得到外面的路 好 後面是一個臭水垢 昨天我們拍 的豪宅也是後面是臭水垢啊 對不對 這個在台灣是常有的事 常見的事 舊的社區 這個是公社 就是公圍 對公圍 然後他沒有天然氣 他吃瓦斯 那他的化分池在這裡 那這個 意思代表就是在這裡洗衣服囉 洗衣服塞衣服 室內陽台 室內陽台還好有一個小窗戶 當然如果你沒有車 可以塞在外面 當然你的車小的話 我們建議 買如果你要停這裡建議買那種小襪裙 沒有屁股的 就是小車啦 可以停小車是沒問題 啊我們車太大了 其實隔壁鄰居他們也是把衣服塞外面 我們可以看一下 車太大才又不好出入 雖然他是活路啦 雖然是活路可是 像這邊大概 有一台車可以過 人家都會把東西 比如拿出來 我車子都開進來了 因為我們的車太大 我如果停在這邊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拍了 對 來看一下他的電錶 在這裡 好 地址也有拍嘛 我們看一下整體外觀拍下 整體外觀 這間的開架呢 還有二樓啊 還有二樓 那怎麼上去 我剛才看到 我剛為什麼沒有看到那個 二樓 怎麼上去 對啊怎麼上去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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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我有看到二樓嗎 乖刺 二樓怎麼上去 他就說平房了怎麼有二樓 可是他實用空間為什麼大約26坪 對啊 他是說後面廚房跟房間 就是加建的 二樓有啊 你自己啊 新的水塔在二樓加成 那二樓怎麼上去啊 你告訴我啊 二樓 二樓在那裡 可看得到 對不起 看得到上去 我要不要問他 二樓怎麼上去啊 我問一下徐董 在那沒有樓梯耶 找到了嗎 找不到樓梯啊 徐董不好意思打擾你一下 我現在在拍你的 東英六階 二十三項這間 他是有二樓是不是 我跟你講啦 之前他是有樓梯啊 隔壁間那時候 我們就把牌掉了啦 買方要的話再加上去就好了 就是有 有足夠空間啦 喔好 那二樓有房間嗎 二樓有房間嗎 沒有 就是放水塔而已 就對了 沒有啦可以 就坐床庫房間都可以啦 坐床庫房間也可以 加一個樓梯上去可以啦 那如果再加上樓梯的話 會不會也被隔壁的檢舉 不會 沒有關係 什麼檢舉 那二樓的樓梯 好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 如果說要做增加 如果要增加二樓的樓梯的話 增加在外面還是裡面 他有個維修孔啊 我看不到啊 因為我現在正在拍攝中 我現在是正在拍攝中 就開孔 你要你就判斷啦 其實 但你要這樣 啊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留言過來這邊 對啊就可以摳 就可以開啊 這邊這邊 那你那個位置不行的話 就可以開 對啊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樓梯裝在哪 樓梯裝在裡面 就不會被檢舉了啦 那我知道了 好謝謝 可以啦 沒有辦法檢舉好不好 好謝謝你啊 因為你 你的光修太 太 太讚了 能怪人家會眼紅 好拜拜 拜拜 這邊呢 這邊可以 這裡上去 對 可以到二樓 然後多一個那個儲藏室 然後上面有水塔 我要找個東西墊一下 我想要上去拍一下 你幫我拿一下 放到這裡就好了 你先幫我拿 不是我還沒有 我還在拍 哦好 等一下 我拿個東西墊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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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嗯 那你這是兩隻手就擦一下 好 沒 哇 哇好大 很大耶 很大耶 難怪這間房間房子不會很熱 因為它上面的那個什麼 上面的那個 空間 那個 那個 搭架的有夠高的 對 哇 它挑高很高 還有水塔 推薦的對不對 對啊 我就說嘛 它都是全方位 全方位的那個什麼你知道嗎 把它做得很好 OK 所以 它有抽水馬達耶 難怪我剛剛水壓蠻大的 對 好喔 你看 抽水馬達 欸不錯啊 他真的耶 非常細心 他有二樓 超好喔 其實投資客的房子沒有什麼不好 他已經先花錢幫你整理好了 所以你這個間呢只要準備什麼 投期款 他二樓還蠻高的 而且這個 這個幫你整理好的又有這自己的地品 你覺得 他可以貸款多少 這個放哪裡 這大概 7層左右啦 這個大概7層 對大約7層 很難講的 6層7層 6到8層 看銀行 對看銀行 有些貸比較低 有些貸比較高 大概6到8層 這間我覺得是CP值還算蠻高的 你看喔 現在的平房 現在都動輒就是6、7、8百萬都有 然後再整理起來是不是要花200萬 那這一棟呢他花得起 架架開 他幫你整理得很好 這腳皮修就用進來 你準備投期款就好了 而且他這個二樓的樓梯他還會另外再幫你加裝 所以你不用擔心 對你再加裝上去的話你上面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利用 而且我看他的那個什麼 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什麼 那個叫做什麼 屋頂 架的蠻高的 所以 所以你在一樓的話不會太熱 而且他二樓不是他二樓也有窗戶 對啊你看看一下 你看 二樓他是說也可以要當房間也是可以 對啊 哇很大空間 這這間 很可買喔 好 那我們走出去 我剛剛從這邊進來的 這個馬路 這裡啊車子要走這裡 我們就是走車子可以走的路 這邊是活路啊 對他是活路四通八達 中區中英六傑 那我們地址都很詳細的跟你講 對啊 然後當然這個投資客房子他也放給很多東西在賣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服務的話 請你們找我們 而且 這個是算是數一數二很好的投資客了 他盡量細心 全方位到位 對 OK 你看喔這邊上面是不是 這一排這邊還有一個那個華夏 你知道嗎 2000萬 對 中區這邊的三房 比較新的華夏大概都是 而且公設比又多 房間又小 那我們現在這個是有自己的地坪 空間又很大 單房 門口可以停一台小車 對 屋齡可能比較高一點 但是 我看 全新整理 而且我看屋況也是很好啊 對啊 所以 我是 想盡辦法就是說服大家 你們的耳光 就是 給你們一些理念 讓你們去參考 好囉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 其實今天本來要拍攝一間 那個 缺錢的豪宅 對 口呼吹 表面 我看他那個藤本上面已經不知道借到第幾胎了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也可以來問我 對還是很硬 開價多少 開價2000多萬的豪宅 對啊 但是他嘴還是很硬 而且不給我們拍攝 所以不是我們不想要拍那種 一手霧霧主 因為一手霧霧主真的很多都蠻難搞的 對 沒關係 他不讓我們拍沒關係 他有給我照片 我會上FB 請你們搜尋一下傅宴堂 如果你們有興趣 像他現在他說 嘴巴說他缺錢 他嘴巴說不缺錢 可是他的 看那個成本就知道已經借到好幾台了 對啊 所以呢 這一間呢 如果你們有想看的話 在豐原 豐原的那個豐原大道那個星星幼稚園 你們可以Google一下 那邊有一個社區 對 有興趣那個位置的話 跟我說 嗯 那我們盡量幫你約 看裡面 因為連我們自己都還沒有 都進不去 他不給我們進去 他說除非有待看才能讓我們進去 對啊 但是待看還有指定時間 對 所以呢 他說裡面很亂 裡面很亂 然後還要求要拖鞋 我全部都是沙子還要拖鞋 好啦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slogan吧 這間 不要懷疑 2000萬 搞不好機械車位平面車位 都不知道 昆月 好 我要找一下嗎 昆月很貴 昆月都很貴 好啦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 很清楚的跟你講地址 那希望這個地點適合你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服務 你是喜歡的 會來找我們 當然如果你是找其他同業在看 或者是 你有辦法找到屋主 真的有成交 希望你可以給我們一個感謝 希望同業朋友 也可以一起配件成交 好 那 我們的物件 CP值很高 那 真的一定要訂閱 不管你是 想要找房子的 買房子的 或者是同行 或者是無聊看 看影片 殺時間的 歡迎訂閱 然後可以讓你更了解 更多的不動作 我們物件數 絕對是第一的 歡迎比較 對 我們的服務 也絕對是第一的 對啊 甚至都獨立社的 把地址 別的中間不敢做的事情 我們都做出來了 好歡迎比較 對啊 那我們 也不怕批評 批評 也歡迎來我的 那個頻道裡面批評 指教 謝謝你們 當然有喜歡 請趕快聯絡我們 因為好的物件不等人 那如果這一間 不喜歡 沒關係 就是必須去訂閱我的頻道 搜尋我頻道 看看有沒有其他你喜歡的物件 然後我們 每天 幾乎每天都會上架 一些新的物件 是的 開啟小鈴鐺 按個讚 才不會錯過我們最新上架的物件 我們標榜的就是你不用出門 我們就帶你看遍中部地區最多的不動產房地產土地房子 給你最多的選擇跟比較 不怕你買錯也不怕你買後悔 我們所有拍攝 也不想讓你白跑一趟 我們所有拍攝都是 一鏡到底到位剪 沒有剪輯沒有廣角 沒有美化 你只要在家裡 在家裡輕輕鬆鬆的滑手機滑平板 看Android TV的YouTube頻道 就可以很清楚明瞭的知道這個物件是不是你適合的你喜歡的 歡迎幫我們轉發分享介紹 如果有其他同行 今天氣溫幾度 或者是親朋好友在找土地補充產房子 幫我們分享介紹 如果有順利售出 我們絕對會包大紅包給你 小心中暑喔 多喝水 現在是中午了 夏天來了 34度 好好 謝謝大家支持喔 謝謝你們喔 拜拜 拜拜